对 我这个是湖南的是何籍 福建的 福建的 我这个是山西的 山西 家乡 家乡的 你看这 我发现这个你看 你看这个什么 张家界在哪国最受欢迎 韩国意外夺冠 这个专题很有意思 我跟你说在韩国 就是所有的年轻人 觉得自己赚的钱 不带自己的父母亲 来一趟张家界 就是不孝顺 做推广做得太好 对 而且从韩国的旅游关公社 那个社长来了以后 在韩国内引起了一阵风暴 张家界开通了大概在韩国的 五六个城市的直通的航班 他因为他这个 很多地貌的赏息 跟韩国人有可能审美 包括我们的宣传 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 去张家界打卡 谢谢社长给我们做的 这么精彩的分享 对 请您稍坐休息 接下来我们有请 最初圈的博物军 吴琼小亮 来自北京 小亮从2011年 是连续十年担任博物杂志的 微博运营工作 凭借其独特运营风格 关注度不断提高 迅速推出了量戏表情包 这些都是我看短视频 大家会拍到各种奇怪的生物 有一些人他是刻意的造假 有一些人是他故意搞笑 跟你闹着玩 对 然后有时候这个视频太过离谱 那我为了表达自己的情绪 我就会拍一些自己的表情 让这个视频变得更有意思一点 身边的同事也有在用吗 身边都在用 有点用 您是提供他们交流的道具 后一回是有一个同事发给社长了 社长第一次看见这个表情包 说说这看着这么眼熟 然后还特意把这表情包 发在那个工作群里边 还哀悼我 说这是你们 然后就是著名的这个射死瞬间 就在社长面前死亡 幽默了 对 亮哥的这个表情包非常火 特别是网络 热门 生物鉴定 还有那个水猴子 这两个系列的 听说连奥运体操冠军 管晨晨也向您提问啊 最近看大家都说我的动作像袋鼠鸟 突然想到了一只喜欢的小梁老师 小梦的小梁老师 大鼠是真的可以下腰吗 我算是混整了 奥运冠军管晨晨向我提问 这个袋鼠摇手视频 是在澳大利亚的考夫斯海滩拍摄的 其实不是摇手 是挠眼儿 他这个姿势可以把皮撑开了绷紧了 真的吗 这不是给劲吗 至于说他为什么能这么下腰 因为人家有外挂 带你个撑着呢 袋鼠的尾巴很有劲 打架的时候 就算俩脚都离地了 踹别人的时候 那尾巴也能短暂地撑一下 很神奇啊 好了 今天啊子杰好像在马来上找到一些昆虫 我们请老师鉴定一下 来 小梁哥怼他一下 这个就是 出了鹅子 这个咱们一般叫枯叶蝶 其实它正式名称叫枯叶甲蝶 它在咱们湖南就有 我刚看见 它这翅膀跟叶子一样 对 它平时合上翅膀的时候 就像一片枯叶 它展开翅膀以后呢 有点像那个张家记的那个山 层端叠杖的 然后上面有碗钳 实际上带地图 又不是 很美丽的一种巧合 这挺好看的啊 我在这边想问一下 小梁您本身的专业是 我本科是植物保护 然后硕士是那个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也就是昆虫学 所以您大概 从什么时候 对昆虫就这么喜欢呢 我都没印象了 就据我们家里人说呀 我是一岁的时候 我姥姥抱着我出去 然后我看一个毛毛虫 我就直接一把抓过去了 一把抓过去了 把我姥姥给吓一跳 姥姥说倒霉孩子 这你不怕虫子吗 我一点都不怕 蜘蛛 大蜘蛛 你看我这穿的就是蜘蛛 穿的就是蜘蛛 这个我为什么穿这蜘蛛 这蜘蛛跟我一个姓 这蜘蛛姓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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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一个姓 你瞪着眼睛干嘛 你也姓张 他叫工长吉主 工长嘛 张嘛 家里人 我们上次是不是拿过 好像拿过一次 是吗 好像 你拿一个 我不骗你 我不撒手 我不喜欢 不喜欢 不喜欢 那什么时候 你开始就是觉得 要去研究它了 其实我一直都喜欢 抓虫子 观察虫子什么的 做昆虫标本 但是什么时候 我说下决心 我要以后学这个 其实是有一种虫子 给我带来很大的刺激 喝 咬了一口 发现自己能吐丝了 不是 不会 什么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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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